我們要魔法啦 小鷹就是要用魔法嘛 對不對 來啊 要給你 硬貓 我的蝙蝠 我的蝙蝠 他86耶 旋風突刺 刺 刺到兩個人 沒有偷襲 沒有被偷襲就很好了啦 還沒有偷襲 沒有被偷襲就很好了 好不好 我們不要計較這麼多了 沒有被偷襲我們就該偷笑了 好不好 不要想太多 好不好 欸 他們兩個分太開了啦 能打一個而已 先砍一個 噢啊 還是硬咪咪型 雙重貓貓機 miss就會回擊 這一個人的 上一次有看過他的戰技嗎 穿甲射擊 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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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 只能選一格射擊是不是 然後他選他啦 他選他啦 死掉了 生小 小貓貓了 小貓貓的意思 這個是新拍的啊 上禮拜五 剛開始不久而已 贏了 哦 等級上升欸 四級了 哇 四級了欸 馬其利亞 為什麼你一加入我就四級 他一加入我就四級 而且經驗還比別人多欸 這個實在太 可見我練的功太少嗎 不會啊 我路旁遇到的怪都有打啊 不見得練太少啊 經驗上升 快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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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沒喔 還沒 還沒 還 還 鍛鍊還不夠多 我們走吧 被人多打一點就有CP了 沒錯啊 所以CP不用省 省那些CP幹 我偷襲你了 嗚 偷襲成功了 奇襲攻擊 耶 我終於有一次奇襲攻擊了欸 啊 很好 就是這樣子 就是這樣子 呀 太棒了 奇襲攻擊 神啊神啊 我成功 成功突擊到他們了 這樣能殺到兩個人嗎 這樣子 可以 歐咿 差 我差 差的意思 這個好像比較強欸 這個是不是不怕物理攻擊啊 所以我這樣打他都 沒 沒有什麼反應 真的不怕 這副就是不 不太鳥我 炎之刺 沒有偷練啊 我一集都沒有偷練喔 我連 我上一次直播結束之後 我就沒有再打開這個遊戲了好不好 完全沒有偷練 不要說我有偷練 我一咪咪都沒有練 好不好 一咪咪都沒有 火焰劍啦 火焰劍來了 唉唷 一集必殺欸 喔 原來他真的是 史萊姆有沒有 史萊姆等級的 所以經驗才一咪咪 要打很久才生意咪咪 沒魔導力的魔法 我有 我有 我有使出魔法啊 不要這樣說我嘛 好不好 我還是有使出一點點魔法啊 我要偷襲你 喔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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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欸欸欸欸 我轉到旁邊了 古妙 喔還好沒有被偷襲 他們好多喔 又是甲蟲大軍啊 甲蟲大軍又來了啦 甲蟲大軍 甲蟲大軍 我討厭這個甲蟲大軍 欸欸欸欸 我怎麼轉到這麼後面的 沒關係啊 等一下 等一下我們的CP又會 又會回復了 因為又會被人家打 你看我的男主角CP 一直保持在135 因為一直被人家打 所以CP就一直保持在135 如此高的CP 好像在買什麼東西欸 在講CPCP 我以為在講什麼CP 不曉得大家知不知道什麼叫CP 蟑螂 這個 這個不是甲蟲嗎 原來是蟑螂喔 我被偷襲了 為什麼它有些血是顯示紅色 有些血是 有些CP也是紅色 有些就是白色 我一開始 如果是以一般的RPG來講 黃色是 表示它是有危機的時候 才會顯示黃色欸 可是這一代好像不是這樣吧 先把一個幹掉 沒有打不死吧 沒有吧 CP是什麼 CP就是CP值啊 這裡的CP是指的是那個啦 應該算是距離吧 這邊的CP是距離啦 不過正常來講的話 你聽到外面有人在講說 什麼CP值CP值 就是在講說這個 價錢 功能和價錢不符合 比如說它說這個東西CP值很高 那表示說 欸 我花一點點錢 嗯 花沒有這麼多錢 就可以 就可以拿到很好的東西 這就叫CP值高 這樣 忙著解釋CP值 就 不知道要選什麼 橘色全滿 哦 全滿還要提醒我 這麼有趣哦 全滿還提醒我 真的太有趣了吧 他讓我打到這裡欸 衝回來了 衝回來砍 全滿還提醒我 這麼有 這麼有良心哦 叫我不要再補了是不是 任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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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滿還要提醒 真是太有趣了 第一次看到 通常 通常全滿都不會提醒的 只有快要死掉才會提醒 CP是配對嗎 有點不太像 攻擊啊攻擊 欸 超過攻擊範圍欸 他怎麼這麼遠啊 我們還要移動欸 移動過去才能砍哦 移動過去也砍不到啊 他怎麼這麼遠啊 這隻甲蟲怎麼這麼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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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個走 一個走 這隻甲蟲太遠了吧 移動啦 逼得我不得不靠近有沒有 沒有 我在等這隻甲蟲欸 我可不可以遠距離攻擊啊 穿甲射擊 射擊得到欸 走不來了 還剩一咪咪 還剩一咪咪啊 還得要死 沒奧義可以不用省 沒有省啊 我沒有省啊 我沒有省啊 先打小怪而已嘛 輕輕小怪 慢 緩步的推進 欸 到達岔路囉 有命運的抉擇 命運的二選一 女生的聲音欸 他們走出來了 喔 他是用弓箭的 原來這個女的是用弓箭欸 唉唷 唉唷 好啊 你們都沒事 結果男主角和女主角 仇人相見 分外眼紅 有沒有 你看 擺明就是這個金髮的就是女主角嘛 對不對 不然為什麼會被男主角鋪倒 沒事就好了 對阿 對阿 那那個勒 那個金髮的男生呢 還有銀髮的女生 欸 還要報上名來了 藍髮的女生 還要講話了 我叫做穿麻靴露出絕對領域的女生 這樣子嗎 勞拉S什麼東西 雅爾賽德 什麼雷格拉姆 你不是哪一個千金大小姐嗎 雷格拉姆 帝國東 東南方 我就是古老城鎮的大小姐 你們好 是這樣嗎 我不是說不定 說不定 列車 國進 你又想起來什麼 你又想起來什麼東西 你也是大小姐 所以也是貴族囉 這個藍頭髮的也是貴族 所以這個綠頭髮的少年 又要不爽了是不是 是絕佳現任主人欸 沒有啊 沒有啊 沒什麼問題 你又不爽了嗎 看到貴族就要反嗎 反 反 貴族必反 點點點點點 反貴族必反 說得好 我沒有任何 沒有任何如女神之名的事 他們的信仰是女神嗎 我 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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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 特別 跟她說明一下 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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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位就是萌大奶啊 這個是動漫角色一定會有的一個角色 艾馬馬爾 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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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出生邊境 靠獎學金進來的 就是很聰明嘛對不對 對 未來的那個學年長之類的 防守欸 哇 為什麼防守一定要戴眼鏡 這是什麼 這是什麼偏見 我也不懂 為什麼為什麼要這樣想 我覺得防守大多都是女的 在我認識的時候 好 想必很優秀 超優秀的 感覺就很優秀 不要再謙虛了 休息的跟武術無緣 所以學校就建議用什麼 魔法杖喔 欸 跟小英拿的一樣 所以你也是小英的助手囉 這個感覺好像是用冰的吧 不是用冰 就是用雷的 因為屬性不一樣吧 金髮女生不爽 還在不爽 不要這麼不爽嘛 才撲倒一次 又沒有做什麼 其他怪怪的事情 好像有齁 好了不管了 又不是我做的 不要白臉色給我們看嘛 雖然想要道歉 沒有啊 傲嬌中啊 不爽啊 點點點 我是傲嬌女 大家好 我的名字叫傲嬌女 好啦好啦 他就叫什麼東西 雅里莎R 好奇怪的名字喔 我以為R會是中間姓耶 想不到他就 最後結尾就叫R 這句講起來 特別傲嬌有沒有 這句講話起來 特 真的超傲嬌的耶 為什麼文若出生一定要拿帳 是不是 因為艾瑪從來沒有學過武術 不拿帳要拿什麼 像這些人大概是從小都學習武術長大的 所以就是拿槍啊 拿刀啊 拿弓啊 那從小不學習武術的人 可能 可能魔法 魔法比較容易上手 是不是 我也不懂 反正他們就拿 魔法帳嘛 好啦啦繼續 哪個 哪個盧雷啊 工業城市的 大陸最大的工業廠商耶 他不會就是 廠商的千金大小姐吧 工廠千金大小姐 不會吧 我爸還是老闆這樣 董事長 董事長 要道歉了嗎 你怎麼不先道歉 還講一些有的沒的 好酸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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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喔 就是女主角很仇視男主角 然後漸漸的就愛上男主角 這是必備的劇情嗎 太有趣了 太有趣了 對了 你現在打算做什麼 可是你不太會 在與現場 小姐